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下名利弘扬佛法 无常救度众生 十几年如一日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年轻有为 热情朝气 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却放下自己回馈社会 这就是卢军红台长和他的弘法团队 图唐大师卢军红台长 是澳大利亚悉尼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华人听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他自幼研究玄学 厚蒙得诸多佛家名师指点 现拥有菩萨的大神通 他能根据人们所提供的出生年份 生肖及性别 用天眼看到人们在不同位置的图腾 根据所看到图腾的位置 形状 颜色等等 知前世 今生及未来的一切 卢台长看图腾不仅准确 灵验 神奇 而且能让人们从中知道 因果报应如以随行 让人们明白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之道理 进而引导人们信佛念经 修心修行 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世界充满观世音菩萨 慈悲的爱 迄今为止 卢军红台长 拽领他的近百人弘法团队 已经在澳洲各地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丹麦 中国香港 马来西亚等地 举行了二十余场大型演讲 弘扬正信佛法 推广中华文化 学习佛教精髓 研究图腾世界 培养儒学精神 让众生通过念经学佛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更好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与人为善 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 现在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此 通过学佛念经改变了命运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团体中来 有国家高级干部 高级知识分子 工程师 企业家 又有硕士博士 教师 在校学生和老人儿童 在这当中 有人重获新生 有人助人为乐 有人慷慨解囊 有人无私奉献 人人有本故事 各个开朗自信 成家的幸福和睦 单身的快乐精进 不声誉的求得贵子 绝症的转危为安 老人精神爽朗 孩子聪明好学 妇女皮肤滋润 小伙儿孝顺明理 而在没有加入这个群体之前 他们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 加入这个群体以后 他们不约而同的感慨真实不虚 他们精神饱满地 驾驭各自的工作岗位及学业 他们影响和帮助着家庭成员 和周围的驻足者 理智救苦救难 先人后己 只舍不取 他们深受社会大众的尊敬及爱戴 他们提醒人们 为了自己的生命 不糟蹋其他生命 许多旁观者们开始醒悟 为了心脏血管的健康 为了小动物们的性命 决定平时减昏多素 发愿初一和十五这两天吃全素 好似一场庄严的集会 又好似人生的一次变革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为止 全球已有九百万人参与其中 而高智商高学历的比例逐渐扩大 好那么今天呢很高兴啊 我们到了马来西亚 一点都没有陌生的感觉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靠的是一个缘 今天我们很多的人 有缘千里来相会 因为我们不是人间的情缘 我们拥有的是 菩萨的佛缘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 他是加拿大 一架飞机二百八十人 全部遇难 他就是买了这架飞机的机票 他是修台长法门 他念经很精进 结果他那天就上不了飞机 这也是菩萨救度众生的 一个突出的表现 看见美国五角大楼 走出来的这么多人 站在广场上 大家想想看 无助 他们不知道是天灾还是人祸 当地震来的时候 他们在广场上 他们惊慌失措 大家想想看 我们有灾难的时候 我们靠得了谁 我们有灾难的时候 谁能帮助我们 政府 谁都帮不了你们 只有观世音菩萨能救我们 所以要明白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命运并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上 这句话我是对不学博的人来讲的 而真正学博的人 台长又要告诉大家 命运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我们要随远 我们该是我们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 不该是我们的东西 就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找的 应该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那是什么 就是我们良心和本性 人家看的时候 并不是说 我给你们讲 玄学的道理 我给你们讲佛教道理 一样给你们讲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听好了 很多东西不要写下来 很多人为什么越来越穷啊 买一颗青菜八毛钱 买一块肉三块二 什么都写 只要写下来 下面全知道 所以越写越穷了 有钱的人不写的了 洗礼乎都钱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们写以后少写 五长的人都是很会写的 有时候呢 你们不懂的 大家明白吗 比方说 为什么要卖开水 对不对啊 很多人为什么穿红衣服啊 红内裤啊 是防松沙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太岁菩萨呢 你们记住 如果哪一个庙跟你说 你去拜太岁了 啊 这个一尊就是太岁菩萨 那这个人肯定是在吹牛 实际上大家知道 太岁菩萨 他是天上的持日菩萨 他每年都变的了 他每年都变的了 所以你想想看 怎么可能有个固定形象呢 所以很多人就不懂 那么我们又不能去拜太岁 怎么办呢 你们看看 庙里很多太岁菩萨 你们都找不到的 对不对啊 好 告诉你们 很简单 这是观世音菩萨告诉太长 让我告诉你们的啊 自己用小的黄爷这个纸 上面写太岁菩萨 然后呢 请一个小镜框 最好是金色的 然后呢 就供在家里 每年换太岁菩萨 这个小镜框 什么样的太岁菩萨换了 他都能办 所以能够保证你 打掉血光之灾 你们知道吗 水果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 修行拜佛 都不知道很多规矩啊 实际上供水果 就是他能得到 这个果快一点 比方说你求菩萨 某一件事情 你水果供的多 果果果果 本身就是因果的果了 让这个果早点发起来 实际上 这个事情就会求得快一点 你们知道 供菩萨花 人会越长越漂亮 你们知道 供菩萨的油 你的眼睛会越来越好 你们过去都没听到过吧 就知道拜啊拜啊拜 你们不知道怎么拜法 所以台上今天都教你们了 你们以后要懂就好了 我现在 因为有想去美国的这个讲法 我就想问一下 是在中国发展 还是去美国发展 如果去美国的话 谁不说去 你现在在中国是吧 对 想去美国 嗯 你去的成了 你能吃了 可以的 你那里有一个朋友 一直鼓动你去 告诉大家对不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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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老公的姐姐 什么都看见 你们想知道台湾看见什么吗 他所鸡的边上有一个动物 一直围着他在转 这就是肯定要他吃的 因为我只要打上去说 他美国能不能去 这个鸡在跳 然后边上一个小动物 围着他转 明白了吗 谢谢 那首先告诉你 66年数码的健康 有两个地方 第一 这个咽喉部位 到这个肺这个地方 肠胃这个地方 这一段有黑气 就抽烟 听见吧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人很好 但是呢 太直 你讲话经常得罪人 明白了吗 因为我看这个马 头低着走的 就是不管人家的 就知道自己往前走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的很多的生意会被你弄掉 你要稍微慢一点 有的时候要做看看又看看啊 就是看情方向在做生意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小姑娘把你的头发 从你的额头上拿掉一点 这个天庭很重要 天庭要亮出来 一个人脑子前面头发都遮住了 这个人运气就不好 因为这个天庭要饱满地角方便 所以一天头发遮住的人都是很不幸运的 觉得不是很幸运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老婆婆你想看什么 我 我的身体也没怎么样 身体是吧 老婆婆我首先告诉你啊 你属鸡的是不是啊 是啊 我告诉你这个鸡啊 走路啊 好像看不清楚 左晃右摇的 你从这个头顿上看 你有两个毛病 第一 你的眼睛很不好 对不对 对 第二 你的腿不好 因为这个鸡是瘸着腿的 也就是说你的腰和你的腿是站不直的 对不对 我没事 对 我的脚是H的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因为我的眼睛啊 好像这一年来也看不到 看见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变长 你是卢台长 你自问自答 什么都明白了 那个老婆婆好啊 老婆婆你讲对了 就是你眼睛 因为我告诉你 你年轻的时候 有过沙夜 我不知道你钓过鱼 没钓过鱼啊 有 滚滚滚啊 老婆婆 那些鱼都找你了 你知道吧 你的雕上腿这里 我看见这个鸡啊 有一根杆子撑住了 你知道这根杆子像什么样子吗 那是钓鱼竿啊 你你听我讲啊 老婆婆我告诉你说 你年轻的时候 非常活泼 你非常活跃 而且你会做很多事情 你什么事情都难不住你的 台长说的对不对 对 而且我告诉你 你在家里绝对有权威的 家里的老婆什么孩子 都有点怕你了 但是你有时候不讲道理 对不对 对 现在都可能一秒 对 现在我们已经 压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不行啦 她的女儿压住她了 哈哈哈哈 明白了吗 啊 这个就是不一样了 老婆婆你要记住 女儿压住你,实际上就是女儿还你债,还得差不多了 现在你还欠她了,过去她是老欠你的,现在是你欠她的,你明白了吗? 现在我欠她了 对啊 你这个人啊,小聪明,脑筋太活 偶尔们,桃花莺有一点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桃花莺来了,那你呢,好像不弄一朵难受了吧 明白了吗? 以后老实一点 这个邓门君有一个歌曲,你没听到过吗? 听到过,听到过 那里边的野花不要踩 所以你看,你们跟你太太就讲,不踩买不踩 明白了吗? 要改变自己,那么克制 在佛法戒甲,就叫戒 那么戒了之后人才会定 定了智慧才行出智慧 有了智慧你才能一切顺利 你戒不了你就定不了 定不了你就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就会犯错误,就会做错事情 那就是你 明白了 明白了吗? 谢谢 六八年呢,一个手头的 他呢,因为跟别人纠纷 然后呢,就不小心 就是没腿 没像师父说的那个 退入海破天空 他那个眼睛被人家拿那个伞啊 伞品搓了 搓下来 搓下来以后呢,他很可怜 他有两个小孩,还有一个还抱着呢 现在没办法工作了 那个,他老公呢,他亲自来就是 那个换来的 没有工作 请师父 叫他到职业介绍上去 他这个眼睛 眼睛呢就是报应 做人为什么要这样啊 他跟着吵架的时候 他想到人家会给他伤害吗 所以做人为什么要学伯啊 学伯就是退 学伯就是忍让 忍让就是精进 一个人如果吃苦 他就是消灭脏 苦吃的越多 灭脏消的越多 所以学伯的人就不会出事情 你看不肯吃亏的人 最后眼睛都给人家戳瞎了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要学伯 台长就是 就千千万万的眼睛 就千千万万的心灵 让他们平安 然后动手术之前要三思 你们今天所有来的人 台长给你们讲 台长很爱惜你们 以后要动 比方说癌症手术之前 你们不法先拥有台长的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能让你们重生 因为医院总是叫你们马上动手术 对对不对啊 但是你要记住 当一个人手术动完了之后 那么头上要救也很难 因为他的器官改变了 很多东西就很难救了 所以希望大家在动手术之前 尽量先照台长的法门 先好好的做 你推迟三个月 总动手术也没有关系 如果他又转变了癌细胞 小了 我告诉你你就有救了 他今天看得见一点点 他就有救了这个眼睛 谢谢 第几年出什么呢 我80年的猴 哇 球台不错 告诉你很亮 谢谢 经常有补下来的 是我经常接凉花 那有的 谢谢 啊 兔子 兔子不能没水呢 所以你们大家知道 台长啊 我告诉你啊 真的什么都知道啊 像这种属兔子的人 因为兔子要吃水 你们名字上 有时候要有三点水 有时候呢 像兔子呢 要有个广字头 他都有讲究的 名字好坏了 生成八字了 还有自己的风水运向了 跟自己的住宅环境了 都能影响你的一生了 所以你们要多学啊 所以你们今天放弃了 其他出去玩的时间 你们在这里的人 是最幸运的人 因为你们听到 翻车就会他的声音了 学多少东西 跑出去 傻傻的 像八方一样跳舞 跳的第一次顾 简单就是浪费时间 吹磨乱舞了 头晃的呢 好好的人会做 这种事情吗 对不对啊 人这么短 还要打麻将 不可以 你叫他不要担心 你看看 这么多的菩萨都在帮助你 你就不要难过了 你也不要哭 你要知道跟台长在一起 你一定会有救 我告诉你不要难过 你现在告诉我情况 台长直接的 就帮你看通疼 看怎么医治 好不好啊 你就直接告诉我病情在哪里 台长也不要把你全部看了 我就直接看到里面 看你这个毛病好不好 小康 台长 我 今年五岁 我真的 什么地方还在 在我的子宫颈外 子宫颈外 这样 但到底 医院也不收我 医院不是很收你的已经 那 说我还有几个月的寿命 说他还有几个月的寿命 但我就觉得我的身体有的变化 很暴风 很暴风 他越来越痛 因为不能睡 不能吃 不能吃 不能睡 你今天先停一下 好吧 你听台长讲 你首先 你把你数什么都告诉我 好吧 我数牛 几几年的牛啊 六岁一天 哇 说有真问题 嗯 那首先 你这头牛呢 是老黄牛 老黄牛 那么这个老黄牛呢 现在走的呢 是西洋边上 西洋边上呢 就是太阳快要落山了 当然不是太好 但是呢 台长呢 现在给你看 你这个子宫筋外这个地方呢 现在呢 台长看不像你想象的这么严重 你身上呢 有两个人的心 是能要你命的 你过去 在跟你的婆婆 你的婆婆死了没有 你跟你婆婆很凶 你对你婆婆很不好 你现在跟我老实点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我告诉你 现在他在找你药账 是 好了 毛病帮你找到了 也不要难过了 好不好 有救了就好 希望你改观 因为你没动过手术 你的里边的癌细胞 还能够可能会转换 明白了吗 不要现在人还没死了 像个死人一样 你活得好好的 你活在这里 你死什么 好了好了去吧 去吧 去吧去吧 看见吗 自己站起来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经纪的浪漫推起来 看见了吗 来的时候两个人掺着 你们都对他 多健康啊 好了 好了好了 很幸福吗 哦 就是这小孩子 你看他的嘴巴 还要再放他就一下 行不行啊 小弟 小弟 你听台长讲啊 你以后跟关系不上讲 我这辈子 我再也不浪费失误了 可以吗 可以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是个好孩子 你现在会不会念念经啊 不会 能不能 如果你爸爸教你 能不能在心里面呢 看着就这么读啊 可以 好 你要许愿啊 你说 关系不上 你只要 我只要这个 你请你吃飞我 让我把这个病治好 我会用我的嘴巴去讲 去让更多的人来学博 修仙念经 会不会讲啊 好 好 台长告诉你啊 你现在 小 你看怎么好得这么快啊 小房子念几多遍都出来 刚刚话都不当你讲 台长啊 告诉你啊 我马上叫你话更多 你知道吗 我当场叫你见笑 你现在 台长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感觉这里松一点啊 没有 好 大家听到他说了啊 没有 台长接下来 就开始让他松一点啊 你现在 看小弟感觉这里有没有发热啊 现在台长有了吧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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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现在教你讲话 你话都不能讲 台长现在教你讲啊 你跟着台长一起讲好吗 南无大慈大悲 南无大慈大悲 关心佛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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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主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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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佑我 保佑我 我会越来越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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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嘴巴掌握没有啊 谢谢关心佛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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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笑了 他就把他整发好了 现在知道大慈大悲的关心佛萨 是多么的心疼我们啊 好了小弟啊 说一句希望担长以后再来 希望担长以后再来 好小弟 好谢谢啊 看见了吗 哎呀太激动了 正如一位北京大学教授 在大讲堂上高调阐述的一句 总会有一天 这个心灵法门论证的科学依据 会让全人类都口念心服 而这群人的导师就是 悉尼著名的乔领 卢君洪先生 如今的卢君洪台长 已经淡泊名利 用其所拥有的大神通 无常救人十余年 他所创建的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在短短二三年间就已风靡全球 他的新浪博客 更是在两年多的时间内 点击率就突破一千万 无数的人通过跟随 卢台长学佛念经 而改变了命运 获得了新生 卢君洪台长因此也被尊称为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台长也是个大乃人 但是台长看见众生苦的时候 台长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告诉你 有慈悲心的人就有救 有慈悲心的人 他就有佛性 2012年 中国家里放生 所以 鱼 识 凉 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